機動室議員施偉正在總質詢時 詢問中山區外木山海星游泳平台的工程 能不能夠在12月2號完工呢 如果不能完成 是否能夠先找一個下水點 讓喜愛海泳的民眾下水游泳呢 市長我也要跟你說 關於海星游泳平台這個部分 是我們許多在海星游泳 海星這個平台旁邊 這個海域游泳的同好 尤其是這邊還特別組織了一個海星游泳協會 這些人他們引頸期盼 他們也非常忍耐 甚至忍耐到 您可以看到最右邊的這張照片 我的12月2號會好嗎 上面的那張照片 是這些人已經跑到 我們外木山那個私人島嶼 那裡有個下水點 他們跑到那邊去游了 老實來講那裡的海流 它的強度是比海星平台強好幾倍 因為海星平台那裡有一個天然屏障 是有石坡石塊的 所以它會擋住大部分的海流 不會造成去游泳的人有任何被外捲的問題 他們在那裡游的非常的安全 現在大家都在期盼12月2號一定要好 處長 市長可以承諾嗎 主管單位市政府產業發展處長林鼎超表示 預定就是當天會完成 但是要看天候因素也不建議再找另一個下水點 市長謝國良補充表示如果工程受到天候影響 應該還是會在12月2號前後一個禮拜就可以完成 市政府也會請產業發展處跟當地海星游泳協會來溝通 我目前也是按12月2號希望他可以完成 好 如果12月2號很不幸的發生了沒有辦法好的狀況 能不能夠安排額外的下水點 額外的下水點在海星平台那裡 先讓遊客 先讓泳客能夠安全的下水 應該是說如果他2號沒有好最多也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事情 我們應該是不是說就是我們盡全力來在12月2號前後來給他完工 然後讓 是不是完工就可以使用 還是完工又跟使用又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就先鎖定了 我們都其實安排在12月2號前完成 好 我們就鎖定囉 12月2號 不好意思 易總 因為你剛剛說如果沒有好是不是可以安排別的下水點 我覺得就安全性的考量其實這比較沒有辦法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就12月2號前後 我們如果往後一點 我們不要因為晚了一個禮拜或晚了10天 安排另外一個下水點造成風險上的控管 是不是我們就說12月2號的前後一周 我們就一定會來把它完成 然後在安全的地方下水比較重要 我是不是早一天去跟海星用協會這裡的 包含理事長 包含這些成員 是不是能夠來跟他們解釋一下 或者跟他們說明一下 處長你去說明一下 好 沒問題 你這個 你就這個禮拜找個時間跟議員 或者跟關心的我們的朋友去海星那邊跟大家討論一下進度 說明一下 不然大家不清楚 好 沒問題 謝謝 請坐 記者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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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